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大盤昨天拉回跌了15點 你或許覺得沒有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昨天是震盪 中場跌15點 但今天你一定會覺得 這個盤已經不對了 為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今天重挫115點 盤中跌140點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格局 同學朋友 我想很多人都警惕到了 這個盤真的感覺怪怪的 來 其實這話早就跟你講了 昨天 前天就跟你講了 大盤上漲沒有領導股 就像馬車上沒有人在控制一樣 是很能掌控方向的 很糟糕的 閃路看手中的持股 高手看領導股 同學朋友 現在大盤沒有領導股 上漲沒有領導股 你可以告訴我這波反彈誰領導嗎 對不對 沒有領導股 沒有一個特定族群來帶動大盤的攻擊 請問是蘋果概念股嗎 不是 金融股嗎 也不是 電子股嗎 也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沒有領導股 那沒有領導股是很嚴重的事對不對 那我們說第二個 大盤往上攻擊的時候面臨一個重要的死亡交叉 這條叫季線 這條叫半年線 季線跌破半年線形成一個重要的死亡交叉 大盤電子股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一樣啊 這代表什麼意思 投票沒有 來 長期均線下彎 長期均線下彎代表什麼 長期的均價正在下降 也就是說你投入的錢 錢的資產 正在一點一滴的在做一個減少 空投反彈不會去扭轉長期均價的軌道 所以你看最近空投反彈 我跟你說不能追對不對 為什麼 已經在這裡嘛 空投反彈不可能去扭轉長期均價的軌道嘛 不可能嘛 那既然不可能 你就不要利用空投反彈的時候去追去搶 很危險的 有沒有 要扭轉要等同的時間 才有機會去完成 其實這些話我都早就跟你講了 跟你提醒了 11號 今天是12號 港互通 有沒有 當這個消息一發布 哇 不得了 習近平一講 港股大漲 哇 漲了500多點 那台灣股市也跟著在漲 這真的是漲有點莫名其妙 為什麼 港互通什麼意思啊 戶當然就是上海嘛 那港是香港 那你想想看 大陸股市跟香港股市要做一個 互相流通 台灣的資金一樣可以去開戶 去買上海的A股 當然會對他們的資金面 非常的有利 因為資金湧進嘛 所以港交所說 可能會有7到8兆的美元資金 會注入A股 這非常好 對他們非常好 但對我們很不好 因為我們資金是流出的啊 那怎麼台股 美股啊 這個港股漲 台股為什麼跟著大漲 所以這是莫名其妙的事 可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漲了 然後就買了 買了現在開始套牢 對吧 你看 前兩天買進去的 當港互通宣布的時候 你看這個紅棒 來 有沒有 這根紅棒嘛 禮拜一嘛 你特寫 你看這一根紅棒 有沒有 哇 漲好高 你看今天都跌破了 特寫 有沒有 這根已經流出了 已經跌破了 代表你追進去資金又套牢了 所以你就知道禮拜一的大漲 可不可以追 不能追啊 那禮拜一在漲什麼 漲港互通 看香港漲 我們台灣跟著漲 這真是莫名其妙 我們台灣是利空 怎麼會漲 香港當然是利多 台灣是利空 那怎麼跟著漲 這絕對是有問題的 包含電子股也是一樣 禮拜一的底點都跌破了 有沒有 你看這裡就知道跌破了 來 所以想想看 多頭跟空頭有什麼差別 债民股息率470 多頭特色 利空常常製造一個買點 打下去就是讓你買 因為是多頭格局 利多會助漲 利空也會製造一個新的買點 對不對 那空頭剛好相反 利多常常來製造賣點 所以你不要利多的時候去追股票 看漲就亂追 不對了 利空駐跌 所以你看一下利多製造一個新的賣點 利空駐跌 這告訴你不能追 當你多頭空頭都看得懂 哇 股市錢賺不完 是不是很簡單 對啊 是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很困難 我相信很多人都買了很多股票 都套了 很明確的漲跌 你很容易看得懂 就怕什麼其中的小反彈在做怪 那你買進去就會形成所謂的零環套 暴跌就是不斷的累積套腦的能量而造成的 短期進去也套 中期也套 長期也套 有一天就暴跌了 多殺多了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今天的重挫 五日線破了 十日線破了 你們最喜歡講這個 我不講這個啦 那我就用你們的語言跟你們溝通 五日線破了 十日線破了 那你覺得這盤要怎麼辦 是不是產生很多的傷害 後面就要產生了 那我們再看股神系統怎麼看 再反彈 請問有翻多嗎 沒有 那沒有你追進去是不是小心要套牢的 包含大盤也一樣 再反彈啊 請問有翻多嗎 沒有 你追進去是不是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看很多的股票是不是應該是追的 來 我們看這一檔好了 這是紅灰 3311的紅灰 他上半年賠了0.65 你會覺得0.6好像還好 半年嘛 0.6那一季可能0.3 不嚴重 但是一個不小心 昨天報紙一登 他跟你說前三季已經虧了6.6了 不是0.6怎麼突然又跑出一個6.6 我跟你講提列很多的虧損 資產的減損 這些都是當時 為了去接類似蘋果這樣的單 那扣中很多的設備 很多的機台 那買完之後人家單不下給他 完蛋了 那這些機台怎麼辦 控在那裡 產能開不出來 不是開不出來 閒置在那裡 因為人家沒有下單給他 所以造成怎麼樣 很多虧損就產生了 所以他做什麼 把它提列做資產的減損 一提列 哇 6塊多 上半年0.6 一提列就是6塊 天啊 都快賠一個股本了 當然你看到這個消息 你想要跑來不及了 未來的台灣產業會很多 類似這種現象 類似的公司會產生 因為人家不一定會下單給你 對不對 經濟環境也不一定要找我們台灣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技術如果沒有比別人好 或許關稅又比別人高 那就麻煩了 所以當一個消息發布 哇 跌59%了 那為什麼高檔都不會有人跟你講 為什麼每次發布消息 壞消息出來 都是跌了已經7%爛了 跌59%你跑也不是 不跑也不是 真是痛苦啊 那怎麼辦 投資朋友 今天再一根跌停板 一早盤開盤又跌停板 對不對 那你看多痛苦 59%又給你來個7% 所以我們看完這種股票 真的心裡很感慨 投資人你會不會買到這種股票 或許你今天買的不是紅灰 你買的別的股票也是一樣啊 或許你沒有跌6成 你跌5成不是一樣 你跌4成不是一樣 是不是很多股票你可以避開 應該避開 但是你最後沒有避開 你應該去承受這種傷害嗎 不應該啊 你喜歡去碰到這種股票 不喜歡啊 但是你不小心就碰到了 那怎麼辦 對你來講是很不公平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很多錢賠得很冤枉 不應該賠的 不值得賠的 很冤枉的 可是你賠了 操作上你是不是缺了什麼東西 一定有嘛 不然你怎麼會買這種股票 那我為什麼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很簡單啊 那一定有一個原因在嘛 操作上這個毛病在哪裡 你不找出來 你今天踩到紅灰 你下次會踩到別的股票 你今天沒有踩到紅灰 你下次也可能踩到紅灰啊 那你如果能夠避開這樣的傷害 要不要避開 當然要避開啊 但是你想想看你操作上 你的技術上 你的專業上 是缺了什麼東西 一定有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你缺了什麼 只是你知道你可能買進去 然後賠了很多錢了 你會覺得很不捨 很不應該 心裡也很不爽 可是沒有用 因為錢已經賠掉了 對不對 那如果有四十幾塊 不要四十幾啦 三八也沒關係啦 三九也可以 那如果有人跟你講 趕快跑喔 這格局不對了 轉空囉 這一段反彈的時候不要去搶 不要去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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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破底了 你看你避開這樣下跌多開心啊 是不是 你一定很開心啊 賣掉 大跌 還好 沒有在裡面 不然就賠死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這樣的方法 專業跟技巧 我相信很多人是沒有的 所以你會在股市裡面常常 一不小心就跌交 那我們同樣的 來看這一段 來看這一段 這一段 這是一般人看的K線 那你問說張宇敏 那你都看什麼 我都看我設計發明的軟體 來 你看這一段 同樣的把它切入股型系統 這一段就這一段 同樣的喔 有沒有 這裡 五月初 來 特寫 五月在這裡嘛 五月初開始大跌 你看上來 五月你看到什麼 來 看上來 有沒有看到什麼 喔呦 不對了耶 40.9就叫你趕快跑 40.5就叫你趕快跑了 那你看下跌這段過程 鏡頭拉遠 請問 有沒有翻多過 沒有耶 完全都沒有翻多過耶 所以你說張宇敏 你會不會追這種股票反彈 去搶他反彈 No 不可能 這種股票我放空 沒有放空他已經覺得對不起自己了 我怎麼跟你買這種股票多單呢 那一檔股票做錯可能就是六成 60% 那就完蛋了喔 對不對 我們再看下一檔 你會說那個是賠錢的 三半年賠了六 賠了六塊多 賺錢的就會漲了 你會這樣認為 這是不是賺錢的 這賺六塊多喔 剛剛鴻輝賠了六塊多 那是賺六塊多啊 對不對 第三季獲利還要創新高耶 那應該台達電大漲了嘛 對不對 賠錢的大跌 賺錢應該大漲 請問有沒有大漲 你看這裡多少 225 這裡168 所以你可能買進了台達電 賺錢很大的公司 第三季賺大錢的公司 結果他一樣崩盤 怎麼會這樣 所以投資人最後無手是從 買到爛的也賠 買到賺的也賠 買到大賺錢的公司 也一樣暴跌 無手是從 不曉得怎麼辦 懂意思嗎 所以張英明不是看這個 我看什麼 我看我設計的補程系統 這一段你看 原來是空頭格局 早就把它賣掉就好了 你要不去報這一段 你報這一段不是賠死了嗎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賺錢的公司 賠錢的公司 當它一起跌的時候 那就有鬼了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們再看一檔 課程 賺錢還賠錢 這賺錢喔 賺很多錢喔 為什麼 你看它前半年好了 前半年 哇賺8塊多了 對不對 第一季3塊9 第二季已經變8塊多 8塊8 那表示什麼 他第二季賺了4塊5以上 第一季3塊9 第二季4塊5 那我們看第三季 3塊9 4塊5 6塊3 天啊 一季比一季成長耶 一季比一季成長耶 創新高耶 獲利創新高耶 3塊9 4塊8 6塊3 天啊 第三季6塊3耶 加起來 不得了啦 你自己看算多少 14塊多了 那請問 他標題寫一個 你看職業期到蘋果 就不要寫一個 太大驚奇 大驚奇 因為賺太多錢了嘛 單季獲利創新高 那應該這兩股票應該標翻天了吧 對不對 這好公司耶 不要翻天了 我們看是不是標翻天了 唉唷 怎麼在這裡 這是不是寫錯股票了 沒有沒錯 這可成 這沒有寫錯股票 股票沒有印縮 這可成就在這裡喔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家 大賺錢的公司 大驚奇 單季創新高的公司 有沒有 他為什麼股價在這裡 這不應該在這裡啊 他應該在天花板才對 為什麼在地板 當然你看到數字表示 所有線都跌破了 這是最低點嘛 那表示這半年內 所有買進手勞全部套勞 所有買進去全部套 我們剛剛講賠錢的公司 拉回重挫 賺錢公司也大跌 你要怎麼操作 你看了基本面還有用嗎 好像沒有用耶 你會發現你看的東西好像是不對的 當然你會說 空頭反彈 最後當賣出去那一出現 就是要大跌崩盤 哇 果然沒錯 大跌 所以你看幾個一過去了 哇 兩三個一過去了 請問張衛銘你做了什麼 這種股票我不會做多 我全力放空 來 空幾次數一數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我空九次了 誰空的這邊都有寫 我已經空九次了 高扁了 總共獲利 84 你看可成跌多少 75 最高點到今天的低點 75 我已經賺84了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我空九次了 張衛銘你會不會跟他客氣 我不會跟他客氣的 我要客氣我就不要做股票就好啦 我客氣什麼 空頭股票我不會跟他客氣的 都沒有 所以你怎麼看東西 你想想看你的東西可能有點缺失 所以你會覺得這股票很好 可是你買了套牢 賠錢 那就表示你的方法錯了 這是不用爭辯的 如果你方法對 那這就是你賺的啊 對不對 那你方法錯 這個我賺的錢 可能就是你賠的錢 懂意思嗎 我來講一個小故事好了 這小故事啊 就小孩子第一次打預防針 我記得啊 那時候小朋友帶他去打預防針 我剛好有空帶他去啊 衛生索打預防針 通知單來要打預防針 小孩都要打很多預防針 到小學之前好像打六七次的預防針 那我帶他去打預防針 那邊啊衛生索也不錯 很多遊戲啊 小朋友在那邊玩 玩得很開心 那一去 本來有點陌生 看到小朋友玩具 哇就玩起來了 玩得好開心喔 嘻嘻哈哈在那邊笑 但是衛生索打預防針 會叫號 三號 這個李大同 他進去了 李大同你趕快去打預防針 去去去去 然後李大同走進那個房間 大概不到一分鐘 哇哇哭了 因為打預防針 打屁股痛了嘛 在那邊哭了 那其他人看 哎唷 他怎麼走到那個房間 都會哭 第二號再來叫了 黃大明 黃大明 你還在玩 我等一下再來跟你們玩喔 再見喔 他爬進去了打預防針 走到房間去了 不到一分鐘 黃大明 哇哇哇哇 他在哭了 怎麼進去那個房間都會哭 我小朋友會急 怎麼會這樣 怎麼到那個房間那麼恐怖呢 我們這邊玩很開心啊 怎麼進到那個房間都會哭呢 這時候 我女兒就說 爸爸我不要玩了 我要回去了 他不曉得什麼是打預防針啊 他說爸爸我不要玩了 我要回去了 他覺得怪怪的 待會兒換他要進去了 他會想說那我進去會不會哭 他不曉得裡面怎麼回事 他就怎麼進去就哭 進去就哭 進去就哭 他會怕到你知道嗎 爸爸我要回去了 我不要打預防針了 他不曉得預防針是什麼 吃糖果還什麼 他不知道 他也沒打過 但奇怪走到那個房間出來就哭 進去就在那邊哭了 他怕到了 爸爸我們先回去 我不要玩了 然後很好玩 他不要不要不要玩了 我不要打預防針 他還不曉得預防針是什麼 他不打了 連小孩都有這樣警覺性 我都沒有 當很多創新高的股票長不動了 你有沒有警覺性 還是很開心 還是看你的基本面 獲利很好的創新高啦 最後你賠很多錢 這個路不要走 這是冤枉路 懂你意思嗎 這絕對是冤枉路啦 懂你意思嗎 當然你會說張愛銘你做什麼 空頭股不要我就空 我不會跟他客氣的 我們看這檔好了 來美麗 他怎麼會提那麼深 你看周縣 這日線 哇天啊 這個頭多大 天啊是一年喔 一年形成這麼大一個頭 我們看周縣更明白 這一年裡面你看形成這麼大一個頭部 哇天啊 一年的籌碼在這裡 跌破 所有買進籌碼 這條線以上全部套牢 一年買進全部套牢 我問你嚴不嚴重 你自己想嚴不嚴重 嚴不嚴重 那誰去幫上面這些籌碼解套 你看這個頭有多大 一年的頭 多大 像喜馬拉薩那麼大 這範圍很大 哇好大好大 全世界第一高峰 這頭跟喜馬拉薩一樣大 那你先想看 誰去幫這些套牢的人解套 他現在套在上面了嘛 股價跌下來 血跡幫他解套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來最後一句話 頭部如果形成了 不要希望大股東會拉上去讓市場賺錢 或是讓市場解套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做夢 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 反壓重重 所以你說張里米 你會不會買美率啊 不可能 我不會買這種股票了 很抱歉 懂意思嗎 還有很多資料 當然你會說 那這段期間你都在說什麼 當武器準備好了 就是放手打類 雖然不一定每一件都會射中 但是你可以打到很多很多的獵物 你說張里米 這邊跌了三四個月了 你在做什麼 我從7月23開始第一筆空單 7月28第一筆空單回補 10檔 每一頁都10檔 每一頁都是10檔 到現在 都沒有 全力放空 不要問我說你有沒有最多單 我不會最多單 不要鬧了 20檔 30檔 40檔 50檔 這是到昨天 昨天為止 50 2 4 6 56檔 今天要多兩檔 58檔 要多這兩檔 58檔 多 維生跟可乘 總獲率10 42 一塊錢代表1000 我想好不好 大家可以評論 沒有說張里米你最棒 全場最厲害 我沒有這樣講 就算有我也不需要這樣講 因為觀眾眼睛是雪亮的 你要怎麼操作 你要怎麼決定你的未來 你要怎麼預約你的幸福 你可以自己判斷 判斷錯了 當然這樣會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我希望市場每一個投資人都是做對方向的 我們進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通訊使腳這麼多啊 沒辦法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我們去修機器台 要沒帶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台區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正在經濟搶修當中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電視波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大於國際投庫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於國際投庫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聽 去聽 去聽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清理窗 專業複文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 三點五倍 有了鵝排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 呆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台灣今年有一檔股票 非常厲害 非常了不起 非常偉大 空前絕後 沒有一個公司可以像他這麼了不起的 像他這麼厲害的 這家公司就是股王大力光 我們看一下 上半年賺五十塊的 賺五個股本 第三季 第三季又賺了39 累積起來 累積起來已經89了 對不對 那你看十月份 那已經89了 嚇死人 89了 前三季 來 最近花布十月營收 連續七個月營收登峰 創新高的意思 多少 五十億 有沒有 那五十億代表什麼意思 你來看它盈餘率 來 盈餘率 就是收入扣掉費用 扣掉成本之後叫盈餘率 那把盈餘率除以 股本 就稅前的EPS 那你看盈餘率五十億 五十億的五十億 二十五億 很簡單 那股本十三億 賺二十五億 稅前 那EPS加近二十塊 前三季89 十月份加上去 又二十塊 天啊 都一百億了 竟然有這種公司 一到十月份可以賺 十一個股本 天啊 這太厲害了吧 中華民國沒有這種公司 以前沒有 或許以後也不會有 一千個讚 一萬個讚 中華民國最了不起 有史以來沒有這種公司過 太厲害 真的給他想 一千個掌聲 夠厲害 股價應該漲翻天了吧 股價怎麼跌成這樣 有沒有 今天低點 二零三五 那你看二零三五 這條線畫過去 這邊是六月中 從六月中到現在十一月中旬的 所有買進的籌碼 除了這幾天 全部套牢 幾乎全部套牢 到底怎麼回事啊 怎麼這麼賺錢的公司 最了不起的公司 空前絕後的公司 一到十月可以賺 110塊的EPS 賺十一個股本 嚇死人 還要兩個月 嚇死人 這太恐怖了 怎麼會賺這麼多錢 股價呢 哇 怎麼這樣 你從六月中旬買進到現在 幾乎 除了這幾天之外 全部套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連股王看基本面都沒有用了 那你其他股票還有什麼好看的 沒有用了 你怎麼看都是錯的 對不對 對 俗語說 夫妻碎破三件棉被 阿嬤睡破三件棉被 阿嬤睡破三件棉被 也不曉得他在想什麼 他在想什麼 他在想什麼你怎麼知道 人心隔肚皮 他在想什麼你都看不到 他講最後又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人家說 俗語說 夫妻碎破三件棉被 你都不曉得他在想什麼 那如果把這時候 移到股市裡面來 獲利很強 股價大跌 這個不合邏輯啊 獲利很強股價大漲才對啊 完全不合邏輯 你一定會想不通的 所以你很喜歡看基本面 你看了以後是無煞煞 怎麼會這樣呢 獲利很強股價創新高才對啊 沒有 投資人想了三個月 也不曉得怎麼回事 完全違背邏輯 違背你的邏輯 不是我的邏輯 所以投資人不曉得怎麼辦 那如果你這一檔都不準 以後你看什麼公司 獲利很好有用 都不好了 對不對 來我給你答案比較快 張愛銘股市一路 396 空投市場 基本面無效 你把這句話記起來 慢慢去印證 也不一定我的話是對的 但在目前來講好像都是對的 來 當所有的好消息都出現 還推不動股價的時候 你要小心喔 那不是用利多出進來解釋而已 他一定有一大堆看不見利空 在後面排隊 懂意思嗎 第一個利空出來之後 初跌斷已經進行了 你看跌700多塊了 主跌斷的利空會大到令人措所不及 這是我跟你很簡單的解釋 來馬雲的解釋 資本市場背後有巨大 無比巨大的無情跟壓力 只有少數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持久奔馳 不是每一家永遠都可以在高峰呢 不可能 當然還有什麼問題 時間的關係也講不完了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 有什麼 就是大力光 獲利啊 毛利啊 減了2.5% 這邊有寫特寫有沒有 那你看這邊有 大力光的營收受蘋果的一個影響 有沒有 蘋果跟廠商簽一個合約 有沒有 他可以到那邊查賬 蘋果可以到你公司查賬 你他代工廠他可以到你公司查賬 這離譜到極點 你不然你不要接啊對不對 要什麼 要你回饋啊 你只能有一定的利潤 那如果太高他就叫你回饋 叫你降低你的價格 原來是這樣 所以大力光賺這麼多 請問蘋果知不知道 他知道 他要不要看你的火力 要不要看你的代工價 你自己想 時間的關係我沒辦法講 有沒有 太多了 我還有很多資料沒有講完 當然你說張衛銘那你 大力光你怎麼操作 來 我已經空7次了 1234567 7倍了 大力光疊700多塊 我已經空7次了 第8次第9次蛋都下進去了 過兩天就會收割了 你說張衛銘你為什麼要放空他 這空頭格局啊 這有什麼好講的 雖然你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找到答案 為什麼賺這麼多錢的公司 股價大跌 我答案很簡單就在這裡 有沒有 這這麼簡單 這是空頭格局啊 所以不用跟他客氣 有沒有道理 我們進到這裡 聰明的投資人 我想你應該知道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個好朋友 把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好 我是王力珠 以前我都在記錄別人的夢想 而現在我將要幫民眾完成夢想 不論在新聞界還是地方服務 我都在人群中請聽大家的聲音 我知道前進的腳步不能停 把每一份夢想化為無限的可能 請支持中山大同區市議員候選人 王力珠 大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進行